哈喽 奇艺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今天给小伙伴们制作的这个煎饼教程呢 是关于 柠檬女士和番茄先生的 那么看一下这边左边是柠檬女士 戴着眼镜 然后呢 右边是番茄先生 主要以红色为主 左边的柠檬呢 就是这种金黄色 看一下细节部分 一个戴着眼镜 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 她们的这个造型呢 和大家平时看到的水果 柠檬 还有蔬菜 西红柿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造型呢 就是她们恶化过后的样子啊 左边呢 依旧是柠檬 右边呢 是番茄 那么来看一下 现在呢 她们变得非常非常的怪异啊 整个人都已经成为了行尸走肉的样子啊 成为了傀儡的模型 好了 一样用可食用的颜料 将她们全身覆盖 然后呢 翻转过来 好了 沉入盘子当中备用 以后再来给大家统一的展示一下 后面这一组 大家看一下 她们又变样了 由于在这个游戏当中啊 她们会变很多很多的这个模型和样子 那么左边呢 变得有一点像石化了过后的 呃 柠檬女士 那么右边呢 变成好像是 呃 已经干瘪 已经是 呃 处于这个非常空洞的 没有任何血肉一样的 这个番茄先生 好了 沉入盘子当中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造型 你们知道吗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柠檬和番茄呢 已经大变样了 我们刚刚说的啊 这个右边的这个 呃 西红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空洞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残缺了 整个身体的上下部分呢 已经是没有了 呃 她的这个果肉了 好的 一样等到五秒钟 微微起泡 翻过来 然后呢 沉入盘子当中啊 那么右边的和左边的都已经是属于体无完肤的样子 那么下一组呢 更加的夸张 那么这个柠檬女士已经是非常的危险了 大家现在呢 都已经受伤了 那么右边的番茄先生更加的危险 她现在已经被大卸八块不止了 大家可以数一下 她已经有多少块啊 整个身体了 要把它连在一起 好的 看一下啊 以上呢 就是关于柠檬女士和番茄先生的所有造型 好的 沉入盘子当中 摆出来 大家看一下最想吃的是哪一个呢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本期视频呢 就在这里 下期 精彩继续 拜拜